刚才给昨天国内那位朋友发来的小红书上的律师的律所打电话 一接通我就说你们讲国语吗 接电话的小伙子马上就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OK讲国语 我就说了这个情况 国内一位朋友投资移民 但是还没有拿到永久旅卡 他的手续有一个章过期了 导致他入不了境 你们律所可不可以帮着他入境 他说律师出差了 得下周回了 我说咨询的话 是谁的狗狗这么不讲究 咨询的话 我说怎么受罪啊 他说250名人第一次咨询 我说可以付人民币吗 他说不能 他的声音很小 街边有点嘈杂 我就说哎呀 我说对不起 我说密听太轻 他说没有人民币 就是付美元用L转款 ZELE转款 我说得行 我说这类的案子成功率 就是说可能性大吗 能不能够办成吗 他说嗯 他说嗯 对了 未知可否 就是好像也得看情况 之后我给旧金山的另一家律所打电话 那家律所也说一会等主管 律师的主管回来之后给我回电话 我说这样的案子你们那接吗 旧金山这边律所说也不好说 得具体探讨一下跟律师主管探讨一下之后 再确定是否接这个案子 让我等着他们的电话 就帮着国内的这个朋友问完了这么一个情况 大体上就我觉得是可行的 是可以入境的 我昨天跟那位朋友说你看 你投了真金白银 50万美元砸过来了 也在美国买了房买了车 在这边纳税交保险 那肯定是可以入境的呀 我说你可不可以试着去美国驻北京这个 驻中国北京这个大使馆到那 跟签证官申请一下约一下 后来他回复说他们是去广州领事馆办的 他们投资移民 要去广州说那边而且还不太好约吧 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他有渠道 能够跟美国驻北京呀 驻广州啊这些签证官 这些官员取得联系 跟他们陈晴讲明理由 他们内部通融一下 是不是有类似的这样的可以允许呀 我觉得人家都投资了 买房了买车了 还不让人家入境了吗 入境都不让入吗 我觉得这一点说不通 在墨西哥边境 往美国来的美国边境 那些直接走进来都能进呢 我说那你投了这么多钱 等了这么久的有啥不能进的 道理上是这样 但是实践中是另一回事 这垃圾 老美这边是觉得那些所说的难民呀 是需要帮助的 他们觉得这些投资者呢 有这样的投机心理呀 会觉得他们是一种投机 哪有好处 他们把这个钱拿到哪 他们缺乏忠诚度 就类似于比如说你结婚 看着人家有钱了 可能啊 就看在钱的面子上绝对婚 那么那些衣衫蓝绿 也没有什么钱的 直接走进来的呢 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想要决心 在这片热土上 生根发芽 扎根 对吧 所以 这是老美的逻辑 所以在现实社会里边 就是有些人拿着很多钱来 他还要拿身份 没有那些身份的人拿得快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 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跟咱们华人的一些逻辑 不太相通 转一圈走一圈 像这个腿啊 这个肌肉 整个清风雪 锻炼锻炼 你看老美这天穿着大扣肠 露着膝盖 她不着凉吗 我是觉得肯定是有点冷啊 前面这个老美丽的一个 类似于可乐的饮料吧 前天我看到 微信朋友圈的一篇文章 美国这边一种 什么橙汁 什么含有 有毒物质超标一百倍啊 我干净 给美国的两位一两位朋友发过去 我说这个要加小型 这种橙汁 这种橙汁都有毒素 反正都喝坏了 反正我一般是不喝这种 颜色鲜艳的这种饮料 一般不喝 这边一般不喝 刷在这个红漆 兜一圈 街机卡 这边更多涂鸦 也没有人清理 这是十六街地铁口和公交站 这边都是拉丁文 也有英文 拉丁文为主 免费新冠检测 这个词变小了 以前很大的一个免费新冠检测的 看他们这边打开 看他们这边打开 地板的是平平罐罐 平平罐罐 这边都是摆开的 这边都是摆开的 这个地铁口挺热的 这个地铁口 六地铁一走了 不能回头 六地这双老腿 六地这双老腿 这是地铁口 这个白妹 她是推着自行车 去地铁吧 看样子 她骑一个带横杠的自行车 她还骑个男士自行车 她把车子弄得挺高 扛下去了 我知道了 她用这个带横杠是太好扛 扛那个横梁 隔肩膀就扛 一扛就走了 白妹啊 老美这边的很多女人 这些白妹还是很彪悍的 身材很结实 股价比较大 一点都没有迁徙 一点都没有想讲运的样子 直接一扛自行车扛下来了 也好啊 人的比较皮实 这边这一车是被偷了吗 不是啊 她是怕车轮被偷 她这么锁上了 避免车轮被小偷偷 她自己把这个车轮卸下来了 我自己卸下来锁上 你别偷了 拜托你们不要偷了 没什么意思啊 这边这个涂鸦 那就清理了 走走不错 走一走 现在已经不敢像以前那样去慢跑 一慢跑一圈下来 这个不是膝盖疼 就是脚踝疼 所以现在能这么走一走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个妹妹在收摊的准备 拉丁小妹妹 我们得吃黑头发 拉丁人 个子不高 黑头发也吃猪肉 跟华人看著人 饮食习惯差不多 身材也有相对凉条的 身材也有相对凉条的 这边有些朋友说 这间山的重建 跟国内没法比 对呀 这边比较成就 而且工薪的比较慢 这个小孩孩 这个举在头顶的小孩孩 这个辫子扎了那么多小啾啾 这个哥儿在做这个吃的肉饼鸡胸好像是 炸的原葱 火雷肠 鸡胸好像 这边卖的西洋室串之类的 它这个Mission区比较平坦 可以这样走一走 昨天晚上收拾阳台 把好久好久之前的大米扔掉了 我注意到我跟前朋友买的 那边大米放了两年多 那个大米 没事儿 内配着虫子也 没有老鼠咬 而且还有一股香味呢 闻着 之后发的那些 米和豆子反而被老鼠都吃了 也许是 先前那个大米放的香比较紧实 老鼠做不进去 后来到了凌晨三点钟 那位房东的亲属醒了 他就跟他说 我把阳台 那些米都扔掉了 他说有没有老鼠 这里边炸春卷 看到刚才 这是华人的一个自助餐 小店啊 他问有没有老鼠 我说 我本来想说有 后来想说就没见着 省得他在生事啊 因为 我 没做的什么事 他都无事生非呢 就像他以前跟 房东告状 说当我把自行车 放在一楼的车库 走的时候 把这个大的绝带门 把它拉开 推着自行车就走了 扬车而去 或者是他 或者是随便两人口告状 实坏嘛 后来房东害怕了 就把车给我锁了 不让我放自行车 然后把自行车放在走廊里 我没有那样做 他都生事呢 无事生非呢 我如果说有老鼠的话 他就更生非了 对吧 他就更天洋加速了 所以我就只能说没有 没办法 我要给他看一下 那个大米的袋 的确是 看那个大米的袋 是没有破 反正清理了 还需要找吸尘器的充电器 给他充电 吸吸阳台那些碎屑 那些里面啊 老鼠的便利 吸干净 然后把冰箱里的 之前的鸡蛋呀 奶酪啊 百分之百全扔掉 因为 离开的这两个月 冰箱一直插着电 所以 鸡蛋好像没怎么坏 那个菜呀 那种青菜呀 全化成黑水了 直接 都扔掉了 昨天也扔了不少垃圾 还有 我在 两个多月之前 去夏威夷的那天 早晨煮的这个 菠萝 还有煮的这个 红薯 煮熟了 没固度上吃 没时间了 赶不上飞机了 煮熟了 瞅着他们就走了 结果两个月了 他们也都招虫子了 也都烂掉了 把他们给扔了 然后 那个 菠萝是切成片 把皮去掉了 切成片 在盆里煮的 把那个盆里刷干净 又放上水给它烧开 这样的沙沙菌吧 把那盆上去 那个锅里煮的是 红薯 变成黑薯的 然后我也是 把它刷干净之后 放了水给它煮开 这样把锅 下十斤呢 把这个倒出来了 之后 昨天 把 在唐人街 一位朋友送给我的 什么 是猪耳的 什么呀 卤肉 叫卤肉吧 好像是猪耳的 把它 用那个锅煮了一下 挑着 看着还不是太吓人的部分 吃掉了 一些瘦的地方呀 什么的 吃掉了 又把邻居给我的面包 腾着吃了 家伟一那位朋友来说呢 我看着你 拿那个盆 拿那个挺大的盆 用它来腾那么多面包圈 Ba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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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很好笑 他说这个 Bagel面包圈都是烤的呀 你怎么还蒸呢 我说我觉得蒸挺好吃的 像蒸馒头一样 拿那个水蒸气 把它弄热 弄得松软 挺好的 他就 有点不好理解 觉得这是烤的 怎么能 烤的怎么能 去蒸呢 就直接过了 这样 两个亚裔的大帅哥 这个妹妹还挺难吃啊 这个妹妹 这是拉丁的医院 行吧 这个生活就是 这些小事儿 一点点的处理掉 这个哥鞠个三轮自行车 后边两个轮 等我发财了 我也买个三轮自行车 后边整个斗的那种 这个车 我觉得 在旧金山还是挺好的 推着走 起着走 也不用担心发单 也不用担心停车费 也不用担心保险 这个妹妹穿个红裤子 这个妹妹 这个哥怎么担自帮呢 你的同伙呢 黑哥 黑哥 走到现在后背 有点出汗了 还不错 现在体能也不好吧 我哥 那时候发微信 说胡妈妈 去卫生间 说也挺辛苦挺放心 我大嫂身体情绪也不太好 没有办法回去陪我大嫂 反正我在家的时候呢 就是 父母一生病 我就比较着急 我就是 往往是一无反不地 冲上去 垂床啊什么的 看着我哥 跟我妈 打那个早餐 去医院的地下室的食堂 用塑料盒 装的粥 一次性塑料盒 装的热粥 还有塑料袋 装的饭 馒头什么的 我就心里有点揪心 我跟大伙说 我说你去陪床 你把家里 那个两个不锈钢的保温筒 拿着 大的小的都拿着 然后把爸爸在拼头 都给你买的那个 锅里钢饭盒 也拿几个 还有那个不锈钢的饭勺 拿几个 拿到那儿 给奶奶打饭 这样就能保温 那种双层不锈钢的保温筒 能保温 也比较 没有毒素 我也 跟我哥说 我说 妈早晨 就 手里夹着馒头这样吃 一个是不卫生 另外有个是 太干 容易便秘 我说得 给他买一点 黄瓜呀 西红柿呀 什么的 就究竟有个市场 以前 二宝出生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嘛 当时我买了好多东西 同一个病房的 同一个产房的 那个陪伤的时候 哎呀你来过日子来了 他买了这个钟表 探时间什么的 买了好多东西啊 我是觉得不管在哪儿 要精心的 照顾好饮食 别让自己受委屈 尽量的把自己照顾好一点 买了不少东西 什么水桶啊 甚至买了拖布 自己买了拖布 拖那个病房什么的 后来我把我 那个血皮器 那种比较最好用的那种血皮器 拍照片发给我哥说 就买这种血皮器 再买点什么黄瓜什么的 西红柿 就是说可以血皮给妈妈吃 后来我看着我哥拍视频的时候 哥拍小视频 有个塑料盆 然后有那么一些黄瓜皮 还有电了一个血皮器 给大家看 我说啊 我说辛苦了 有的时候 对老人的照顾 对自己的照顾 都是需要非常用心 不要将就 一将就可能就有问题 等 我妈妈学校版呢 现在也不是很好 年来是三 后来打了 升学校版针 是输的深夜版月 是输的夜 还是 又补了这个血压板 冰冻 碎白 濃缩 学校版 但是呢 也 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很快就消耗下去了 从 三 升到了 十二 然后又降到了七 但是 我爸爸说可能 我妈妈 学校版自身不能形成 我记得在天津 赔偿的时候 我爸爸从一个病房 那个 血病的患者 就补那个板 补学校版 叫补板 补充学校版 打那个生板 还有什么生板药 就是咱们 中国的鞭炮 中国节 有红灯了 正在华人家店 可能是 然后我要查了一下 国内 治疗血液病 比较好的医院 北京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血液科 那个医院 我们一位同学的妻子 在那个医院上班 在好多年之前 我曾经通过 那位同学联系 他们医院血液科的主任 一个非常著名的专家 就把我爸爸的病例 从天津学医院 想转到北京 这样就可以在北京复诊 因为我在北京读书呀 工作呀 这样照顾我爸方便嘛 结果转过去了 我爸又 后悔了 说你适合居心 你辈子又转回天津 没办法 又给他转回天津了 那个医院 学学科 就是说是 最好的 有人说是亚洲第一 但是 毕竟它是一个综合性医院 这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它医院很大 级别很高 但是它是综合医院 但是天津学医院呢 是一个专科医院 专门看学业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 天津学研所 就是血病研究所 很多年之前 在中国 我们国家 建国的时候 马上就成立了吧 一点点发展壮大 那是一个专门的看 血液病院的医院 但是呢 那个天津学医院 看血液是非常专长 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 它的设备好像还照北大人民医院差一点 当时我记得有一项 FISH检测 FISH检测 天津学医院没有那个设备 后来我就陪我爸去了北京 好像就去的北大人民医院 到那儿化验的这个肺 和那个树植 去的这个北大人民医院 但是去的时候感觉呢 北大人民医院的血液科 感觉科室很小啊 但是感觉就这么一条走廊好像 没有多少 患者挺多 但是医生啊 办公室好像就那么一个半个走廊 但是天津学医院可是好多楼啊 住院部那个大楼啊 没点楼啊 可是规模很宏大呀 当时记得去天津 听天津当地人说 他们就是 有些人觉得心里不平衡 同样是工作 那么在北京工资比天津高很多 但是天津有个好处是比较湿润 那边有海河吧 天津的气候比较湿润 比北京湿润嘛 我不知道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在北京 我可能不会选择在天津 天津的公交也不像北京那么方便吧 天津也会坐个地铁 哎呀妈的 对面有个东银行 那个血液病医院 你看它的原址呢 好像日本人 还是日本的什么 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旧址 建的这个天津学医院 是在和平路吧 海光寺 在天津的海光寺那个站点 一会儿这都好多年了 但是也清晰如昨日 很恍惚但是呢 也又清晰 我把这些情况跟家人说了 说可以去北大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学科 我可以联系我的同学问一下 能不能够在那儿 入院啊什么 就可以联系 等北京的朋友呢 说已经放开了 可以随便去北京看病了 可以了 但是呢也最好事先跟医院聊一好 避免他不收 对吧 毕竟好多人想去北京看病嘛 在当地医院 我妈妈住院期间 医生说可以打一种什么药 自费的 医保不给报 一针一千块钱吧 你需要打是二十针十几针 我哥 问我姐是不是打 我姐我说打 这个时候必须打 这时候续病的时候必须打 不管多少钱都打 具体什么药我也没太留意啊 是 所以人活着 像我这样在路上走 其实是很昂贵的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成本 人能正常的呼吸 正常的吃喝邋遢睡 就是很不容易的 你想啊 有的人为了能睡个好觉 花多少钱 才能把这个觉睡着 有的人又费了多大的周折 才把这个便便排出去 是吧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就得露个肚子 这样的显示 它就要着 对吧 所以呢 有的时候人们比 说有钱人没钱人 可能会比兜里的钞票 或者住的房子 但是这个不是心灵鸡汤啊 我是觉得 只要你能正常的呼吸 正常的吃睡 正常的对吧 没有失眠 没有便秘 没有这种心蹦蹦跳 没有这种头晕眼花 那就阿弥陀佛了 当然有点小小的不舒服 比如说像我感觉钱人县那花有点闷闷的不舒服 想着哎呀是不是钱人县结实 恶化了 当菜花了 有时候也想也担心 但是想着还顺其自然吧 北京那位朋友他也说 我跟我的子女也说了 这是华人的这个馆餐 炒饭什么的 他说我跟这个孩子说了 如果我 得特别重的病 就不要给我插什么 茶管啊 什么切胸啊 切气管啊 呼吸机啊 他说就不用给我上 我说对呀 我说就我的人生体验 我以前发烧特别严重的时候 曾经有贫死体验啊 人在 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很祥和的 我说当时我听到了 小白羊这首歌 悠扬的歌声 听到了 有好多人在 骑刷刷的走步 然后 脑海中有好多 图片啪啪啪的闪啊 而且也看到了 我的爸爸妈妈 微笑着 谈我的名字 当时的光线很柔和 爸爸妈妈很年轻 现在还记得那个笑脸啊 我当时应该是从一个 小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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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非常年轻 特别好的 特别祥和的一种 场景啊 所以说 人有的时候 在去世的时候 在他的意识 逐渐丧失的时候 他会见到自己的 已经 非常至爱的亲人 对吧 甚至一些 已经 离开人世的人 他也好像能见到 这一点是 很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 在一个人 离开人世的时候 在他有这种 非常好的体验的时候 在他感觉生疼的时候呢 你去给他打强心针 你把他的气管切开 给他插呼吸机 可能对他是一种折磨 他那个时候 应该是清醒的 半清醒的 快能听到一些东西 我应该把那个手机拿来修一下 把那个手机出问题了 手机死掉了 手机死掉了 我应该拿车修一下 在这领个手机 结果呢 到了下雨几天 就报废了 开不了机 信号倒是还是比较强烈 但是 开不了机了 废掉了 把手机拿去 给他弄换一个新的 或者让他把手机卡给他调成 可以在其他手机用的 我前几天在eBay买的 新手机收到了 手机皮他也收到了 但是我还没有拆包 前几个月 去夏威夷之前 那几个包裹也没拆 其中有不就钢的保安饭盒 还有玻璃缸的饭盒 还有自行车的后驾 和货驾都没拆呢 没时间拆啊 每天一些事情追着 所以我要感谢那些 不带联系我的人 非常感谢啊 有一些微信上的好友 我也是射程孝心的打扰了 有点抱歉啊 你们的留言我可能看不到了 如果我不回复呢 不是我故意不回复 是我看不到 因为每天这个消息太多了 一大堆消息 一大堆事情需要去处理 比如说帮着国内这位朋友 就问找律师啊 帮着他入境啊 比方说有些想 事情最怕的朋友找律师啊 还有一些了解 美国这边 好多情况 还有想买我自行车的 说你这个小房卖吗 都是显得行 后来我回复他 我说你在哪里 在旧金山吗 他说我在上海 可不可以拖运 我就没回复 我想想一下太难了 太难了 我说这一个破自行车的 报废的自行车的 拖运轨迹去拖运费 也不如在上海 买一个好自行车呢 也许是放到博物馆 海外华人博物馆 也许是 不知道了 再见 拜拜 把手机拿来去换一下